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兰州战役战斗之惨烈 十分罕见 26日凌晨 一时解放军第三军侵师 终于首先打进了兰州城 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涌入 随即又开始向战 作为这一次战役的发动者 组织者和指挥者 彭德怀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从8月19日战役开始起 一连七天七夜没合眼 直到他接到第七师师长张开基报告 彭总 我们师已经全部进城 由东向西发展 正在进行向战 终于 大事已定 彭德怀一放下话筒 突然浑身向散了架 皮拔和瞌睡一起袭来 竟然就这样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警卫班长健壮 对门外站岗的战士下达了一个命令 从现在起 即便天塌下来 谁也不准吵醒彭总 除非我们完全攻占了兰州城 记住 不准任何人打扰他 在彭德怀的憨声中 战斗继续进行着 二十六日十时 南中城内残敌全部肃清 满城红旗飞舞 彭德怀还没有醒 十一时 第七师第二十一团 在强大火力掩护下 越过黄河铁桥 一举歼灭黄河北岸白塔山上的首敌 他还没有醒 中午十二时 南中城内终于宣告全部解放 恰在这时 司令部收到毛主席发来的一份电报 于是 警卫战士才没阻拦送电报的作战参谋 彭德怀还趴在贪满军事地图的房墓桌上酣睡 作战参谋手捏着电报 却还是有些不忍寒醒他 可这边是毛主席的电报 他正左右为难时 忽然彭德怀拉了一响亮的长寒 醒过来了 他坐直身子 打了一个哈欠 用手揉揉眼睛 望了一眼站在前面的作战参谋 说 这一下可好 我睡了一个好觉啊 作战参谋一笑 老总 您已经睡十一个小时了 啊 有这么久吗 彭德怀很是惊讶 哭了一下 他问道 你什么事情 作战参谋连忙递上电报 说 主席发来了电报 彭德怀一听 赶紧接过电报 急忙看电文 嘴里有点不满的说 为什么不立即叫醒我 电报刚刚才收到 作战参谋回答 彭德怀见他仍没有立即救走的意思 又问道 还有什么事情吗 作战参谋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 激动的报告说 彭总 兰州解放了 彭德怀没料到胜利的步伐来得如此之快 望着神采飞扬的作战参谋 高兴的问 什么时候 作战参谋大声说 彭总 也是刚刚 兰州战役揭灭马家军4.2万余人 伊利自己伤亡8700 这一次决战为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 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战后 彭德怀破了一次力 下令 全军举行一次会残 算是犒劳全军 兰州战役后 伊野大军甚如破竹 在大西北凯歌行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